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什麼有趣的小玩意兒 我又要開箱了 那今天要開箱的就眼前這一包 那它是EDC Everyday Carry EDC的一個系列裡面的話 刀光火燒前電防玩 它是光 也就是照眠設備 那我 同時也會跟 一個同類型的商品 也就是雷德萊神的 IH-11R做一個比較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開箱 我現在要學著把影片 拍得精簡 不過說實在話 不大容易 那我今天用的也是 這個我很喜歡的一把瑞士刀 它是 Victorinus Compact 那這是一個 很多EDC YouTuber 都在使用的 一個工具刀 那我也有開箱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回去看 那它功能相當多 又非常的緊湊 好 那 我們今天要開的 這個商品 它相當的小巧 它是一個 頭燈 跟它一樣 雷德萊神的頭燈 它也是個頭燈 那這個頭燈的話 它有 有個特色 因為它很輕 那我接下來 跟大家說個說明 我們打開包裝之後的話 我們就看到這個產品的本尊 那這個產品的話 它是第二版 所謂第二版就是說 有Nightcore NU25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款叫做 NU25的Ultra 這是Ultralight 輕量化 極輕量化的一個 頭燈 那我接下來跟大家說明 它的 產品特色 它的包裝 相當的精簡 而且 很像 Nightcore的一個風格 就是那種 黑底黃 黃漬 的這個 很鮮明的這個風格 很有野外的氣息 WireLife 那它的操作的話 也蠻簡單的 它所有的按鈕都在 外包裝上面 那 跟一般的 手電筒 或者是 頭燈 都有一個同樣的特性 操作都是一個按鈕在完成的 好 來 我們把它打開了 它的前一代 它的前一代的話 是很多EDC的 User 很喜歡用的 這個 頭燈 但是 我們在玩EDC的時候 一個事情很重要 就是輕量化 所以說 很多人 自己會去把這個頭燈 去改裝 改裝 改裝什麼呢 改裝它的頭帶 那 它現在 這一款 第二代的新產品的話 它直接就把你頭帶改掉了 改成彈力繩的方式 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在自己 土砲改裝了 好 那我們打開整個包裝裡面的話 有什麼 第一個 它有一個 Type-C Type-A Type-C的一個 充電線 那它上面還有一個 做一個 那個 這個袋子 上面寫了Nicre 還蠻精緻的 不錯喔 然後這一個就是 這次新產品的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這個頭帶 那我們就把整個 頭帶拿出來了 拿出來之前的話 我還是介紹一下它的配備 它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套子 那 它裡面的話還有一個說明書 那這說明書的話 我看看有什麼文字 有什麼語言 有中文 有簡體中文 好 簡體中文之外 沒有繁體中文 哈哈哈哈 不意外啦 其實Nicre它是大陸品牌 那大陸品牌 那大陸品牌 會有一些政治因素在裡面 好 那 我就把它先做個介紹 然後我接下來會把它跟 雷德萊神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啦 這不是一個同量級的比較 只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它的體積的話 蠻精巧的 那這是一個台灣的新台幣 十塊錢 十塊錢的一個比較 蠻小的 蠻小的 那 重量也蠻輕的 那它這一個彈力神的話 是它這代產品的一個特色 那以前的話 我們看到很多人會去改裝NU25 就自己把那個黃色後面的這個頭戴 把它改成自己做彈力神 它現在不用啦 它現在幫你做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 這個彈力神的話 還可以調整它的長度 所以說 整個來說的話是還不錯啦 而且它的彈性還蠻好的 大家有看到彈性嗎 那這個彈性是OK的 所以說 我們調到合適的長度之後 就可以戴在頭上 或者是說 戴在帽子外面 那它在這個 額頭的接觸面的話 它也做了一個泡棉 就不會說 這旁邊是尖銳物 去壓在額頭上面 會不舒服 那它這整個基座 可以拆下來 那拆下來以後的話 它就像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用手持的方式 把它當作一個手電筒 再使用 好 它的操作的話 也是相當的簡單 這個旁邊這按鈕按下去的話 它是一個電量顯示 目前是滿電的 我剛開箱它就滿電了 看來是充滿電才出貨的 那 要怎麼操作 好 那把它長按了以後 是一個紅光模式 它有紅光模式 那紅光模式之外的話 我們再把它按一下 那這一個 右邊這個按鈕 右邊這個按鈕 常按的話 它就是一個白光模式 白光模式 那 我把它關掉了 給大家看一下 白光模式是像這樣子 那它有不同的亮度 不同的流明 流明數 那依照它官方的資料的話 它是400 200跟60流明 然後也有比較暗的 這是60流明 是這樣子 60流明的一個 那個 躁度 然後這是 200流明 這是最亮的400流明 也就是 這個boost 它的boost 最大就是到400流明 我們把燈打開 所以說它的操作也是很單純 那如果說 再把旁邊這個按鈕按一下 這個電量鍵按一下 然後再長按的話 它就會變成紅光模式 那紅光模式的話 它應該是有信標吧 我記得它應該是有信標模式 信標模式就是會閃 會閃爍 好 那它這個燈的話 兩邊會那個 會跳動 它有兩個燈 這兩個燈的話 它可能不同的亮度吧 整個來說 哦 我知道了 它是這樣子啦 一個是60流明 一個是 一個是200流明 那兩個同時的亮的話 就是400流明 是這樣子 那這兩個按鈕同時按的時候的話 它會閃紅光 紅光的閃爍 然後也有白光閃爍 所以說它操作很簡單 它操作蠻單純的 蠻簡單 那外面有先貼了一張薄膜 你可以把它撕掉 那這邊的話是它的充電端 這一側是它的充電端 充電端的話 是Type-C Type-C 是我們現在比較主流的充電的模式 那 它的防水有IP66 那我整個把它整 來我們看一下它的電池 電池它這邊有寫的650毫安時 3.7伏特的 我不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 對焦會清楚 好 好 那如果說不夠清楚的時候 我等一下用口頭的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我們今天原則上的話 就開箱已經到了這邊 它就是有一個頭燈 然後一個頭戴 那這頭戴的話 它已經幫你蓋好彈力繩了 那它的體積相當的小 那重量蠻輕的 45克 那包裝裡面的話 還有這個 Type-C的充電線 那充電線 外面的話 還有一個魔鬼沾 然後的一個袋子 還有一本說明書 這就是它整個Full Cap Package 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說明一下它的這個規格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紙 同樣的啦 我沒有平常在忙 所以說 沒有辦法做後製 我們就是把它整個做了一個圖表 那它的重量的部分是45克 大家有興趣的話 把這個頁面暫停的時候 就看到所有資訊 45克 那它的輸出的話 有400 200 跟60流明 那照射距離 分別是64公尺 45公尺 跟40公尺 那使用時間的話 有 最大照度 可以照2小時 又40分鐘 那200 的照度 流明的時候 是4小時 40分 66明的話 可以使用到 10小時 25分 那防水 是IP66 那電量是 650毫安時 那它的 光 光源的話 色溫 光 顏色 光的顏色 有白色跟紅色兩種 那除此之外的話 它不能換電池 它也沒有光反應 感應模式 跟調教 等等 它都沒有 那它的售價 一定價來講的話 是1350元 幣值是新台幣 1350新台幣 那1350新台幣 事實上 它有折扣 那我 實際上入手的 價錢是900塊 是這樣子 好 那我把它 從 通常的話 我把它加印另外一個 我很常使用的頭燈 它是雷德萊神的 IH11R 那這個頭燈的話 它是工業級的頭燈 它有青年保固 那它是多色 它同樣有多色 但是它是四個顏色 白色跟RGB三色 然後它有一個冷卻 很好的冷卻系統 這些的話 我會跟大家做說明 而且它可以調教 那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頭燈 那我相信大家在 有在使用頭燈 玩頭燈的人 這個觀眾們 對雷德萊神這個品牌 絕對是不陌生 那IH11R已經是他們的旗艦產品了 那當然我拿這個旗艦產品 要跟這個 產品做比較的話 其實是不同量級 在對打 其實並不公平 有大人打小孩的感覺 那我之所以會拿出來講的話 是說我們在不同的產品的時候 它們代表不同的屬性 那不同屬性的時候 我們在什麼場合的時候 會分別用上它 那我跟各位看一下 這個 IH11R的這個 頭燈 這個頭燈我已經用了 兩年左右了 快兩年了 一年多 那對它是相當滿意 那 我說明一下 它的特色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是說 它可以更換電池 這個地方是可以更換電池的 那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那更換電池的時候的話 它是一個18650的電池 3200毫安時 那這是650毫安時 這一個 這個是650毫安時 那這個是3200毫安時 而且3200毫安時那就算了喔 它可以更換電池 所以說你身上帶著18650電池 的時候的話 你瞬間一換的話 它就會瞬間滿血 然後當然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它的 鍍金接頭 那鍍金接頭會增加 整個產品的耐用度 好 然後把它鎖回去 那 它是磁吸充電 那它的光 它的照度的話 當然 會比 會比我剛剛說的 Niccore 還要再高一些 這是低照度 它有一個星光的照度 然後它 因為我現在開啟了智慧感應系統 所以說它自動會調到一個 現在最適合的照度 這是低照度 這是星光 16米的模式 然後這是它最強的Boost 最強Boost的話 可以到 1000個流民 相當的量 1000流民 好 那 如果說 我們在這個 Ladalizing的話 也可以調整到 RGP的模式 RGP模式的話 它就有紅色的 它這RGP模式的話 就可以調藍光了 一瞬間調不去 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 好 那我來說一下 這一個產品的特色是什麼 第一個是它這個頭戴 很好用 因為它頭戴的話 都有做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有亮面 它會很高的防滑止滑 它是要讓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戴在帽子上面 工程帽上面的 對 那所以說 它光這個頭戴的話 就有很多名堂在裡面了 對 那這個頭戴相當的棒 這是 但是它從配件的部分 就相當的用心 那當然 以Ladalizing 它的產品的話 一直以來售價都相當高昂 都相當高昂 對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 兩個 這個 頭燈 然後的 參數比較 那同時 包裝裡面的話 它又分 送了給我們很多底座 那這個底座的話 它是 磁吸的底座 它可以讓你吸在磁鐵上面 這是一個磁鐵磁吸底座 你會跟它做搭配 它就可以吸在金屬物上面 讓你做一個 這個Mounting 的使用 然後 這是一個 黏貼式 因為我們有一些安全帽的話 它後面是有一個弧度的 它有一個黏貼式 黏在安全帽上面 它可以採固定式的頭燈使用 那Ladalizing的話 它又是磁吸的一個 這個充電系統 磁吸充電系統 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大幅的提升防水度 防水 提升防水的效能 是這樣子 而且再加上它又可以 調整焦距 可調焦距這樣子 然後它又有 紅色 綠色 跟藍色的不同光源 是這樣子 它有紅色 奇怪 它剛 它一直都可以調成藍色 這種現在不行 來了可以啊 真的是 衝音 然後目標 很好 啊 今天不能夠調綠色 藍色 其實我剛才還在使用 有時候就是這樣 一個按鈕在操作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比較一下這兩個頭燈 以及說我們要在什麼時候的情況下 來使用它 它的參數我整個把它寫在這個地方 大家有看到嗎? 我跟大家做個說明 首先我要講重量 那重量的話 雷德萊森是179克 179克含電池 重量是還蠻重的 所以說它的頭戴必須要做得很好 很繁華 不然的話會有垂頭 會垂頭的狀況 那這個NU25 Ultra Light 它只有45克 因為它把後面的頭戴的重量 整個都大幅減輕了 那我們來講它的輸出 輸出的話當然是以雷德萊森 它的輸出是好得多 它有1750、300跟10 有星光模式 其實這星光模式相當好 因為它可以讓整個一顆18650的電池 可以用到1000個小時 那照射距離來講的話 NU25的話 它是在400流民的時候 64公尺 200流民45公尺 60流民的時候 24公尺 那如果說是雷德萊森的話 它在1000流民的話 可以到320公尺 好然後呢使用的時間的話 當然呢 以雷德萊森是大幅提高很多 那防水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要做個說明 NU25的防水比較好 它IP66 那可以防塵 然後呢 防水比較好 它在高壓的水柱下面 然後可以沉超過3分鐘以上 那如果說是以雷德萊森的話 它的防水只有IP54 就是說它可以防塵 但是防水效果並不算很好 那當然這我是覺得有點蹊蹺了 我個人在用雷德萊森在野外 也使用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它防水也很好啊 那當然這數值我們表示尊重 好那電量的部分的話 在NU25的話 它是650毫安時 那雷德萊森的話 它是3200毫安時 那它是可以換電池的 那換電池這個是相當大的好處 我等一下會兩個做一個總頻 那光源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有紅 NU25是白光紅光 那雷德萊森的話 它有四個顏色 藍跟綠都有 那藍綠的話 它可以用在很多時候 尤其我們在外面如果露營的話 會使用到藍色跟綠色 因為藍色綠色的話 它比較不會聚光 它在對於那個昆蟲啊 的聚光性它會好很多 像我們有時候在野外露營 最不喜歡的就是點了燈以後 所有的蟲全部都跑到你的銀杖外面來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時候的話 就可以用綠色跟藍色 而且它也可以讓我們在夜間的視力 可以保持有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視力 因為我們白色的光 一照出去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我們在一個照明設備 它的亮度 流明數越大越好 其實不對 你流明數越大的時候 相對的 你的瞳孔會縮得越小 所以說你不見得 在你的視覺上面 就真的會比較亮 而且你在野外 如果說用一千流明的光 在照著你的目標物的時候 你的瞳孔一縮小了以後 你會有一個夜間視盲的一個狀態 因為其他的周遭 都跟這邊的亮度差太多了 你反而其他地方會顯得更暗 所以說我們就會用紅光、綠光、藍光 來調節我們夜間的視力 讓我們的瞳孔是放大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其實夜間的視力會比較好一些 那更換電池的部分是一個重點 那LeaderLyzen是可以換電池的 那MU25不能 那光影感應模式的話 LeaderLyzen是有的 而且它的光感應模式相當的精準 非常棒 然後LeaderLyzen可以調焦 它的焦距 包含了你的光運的大小 要聚光、要散光都可以 那溫度控制系統的話 LeaderLyzen是有的 它非常棒 我在野外使用它的話 我用很高的照度 在使用的時候 都不會發燙 也不會發熱 那LeaderLyzen還可以有 跟手機IP做搭配 那它是磁吸充電 磁吸充電的話 照理講它防水會好的很多 那當然這邊是寫說 防水它只有IP54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是因為 LeaderLyzen它一直是德國品牌 那德國人 是不是在這個方面 講話比較嚴謹 比較保守 這我就不清楚 再加上LeaderLyzen有鍍金的接頭 所以說它會大幅提高耐用度 那售價部分 是LeaderLyzen的硬商 它相當的昂貴 在新打1B定價是到6600塊錢 好 那我整個數據都說完了以後的話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兩個頭燈 我會在什麼情況下分別使用它 這一個NICLE的NU25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EDC 什麼叫做一個EDC呢 我們EDC的訴求就是要很輕 然後很小 很好攜帶 那這一個NICLE的話 它就是要做EDC使用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像這樣的Pouch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然後裝著 裝在裡面 好 那但是呢 它各項數據其實都不好 包含了什麼呢 第一個是我覺得它最大的硬傷是在於電量 它電量只有650毫安時 650毫安時其實很小 而且它又不能夠更換電池 所以說它比較適合用在什麼地方呢 它比較適合用在城市 假設我今天我去外面旅行 我今天我可能到日本 然後呢 我還是在都會區 但是 我還是需要照明的時候 我又想要把兩隻手空下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用這樣這個頭燈 好 因為它只有650毫安時 它其實不適合在野外 那你可能會問我 我們都到都會區區旅行 為什麼需要頭燈 好 我知道 我明白 各位在台灣生活久了 我們在台灣 齁 11點12點以後的話 我們的都市都還是燈火通明的 但是到日本或是到英國或到美國的話 可不是如此 他們在晚上7點之後的話 很多店都關門了 尤其是一個地廣人西的一個國家的話 它在太陽下山之後的話 其實你可能就真的需要照明了 even你是在市區 好 所以說這一個 我覺得NU25 有些人問我說 我今天我登山 然後呢 我想要降低減少我的那個 背包的重量 我用NU25 我來做爬山 我來做我登山的頭燈 可不可以 我很明白跟各位說 不可以 好 如果說你是登山的用途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你 忍痛啊 把179公克的這個IH-11R給帶著 好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也會是一個充滿風險的地方 你必須要有三色RGB 來 在不同的一個場合 做不同顏色的光源的使用 第二個的話是說 我還是建議大家在野外 真的登山的時候 要有一個調焦的頭燈 而不是這種不能夠調焦的頭燈 不能夠調焦的頭燈的話 你會在很多時候的話 很不好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野外的時候的話 我們會不同的一個爬山 或可能我遇到一個峭壁 我是要抖上抖下 或者是說我到一個大草原 很大平原 我們在這種不同的場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期待 我們的頭燈 它會 它有不同的一個焦段 焦距 我是要發散的整面 大片的一個光源 還是我要聚焦 讓整個射程變得很遠 這個 雷德來神都可以辦得到 而且再者的話 它的溫度控制相當好 除此之外的話 它又有一個光感應模式 而且我必須要說到一件事情 我非常的不建議各位 在登山 爬山的時候 用NICOR NU25 或NU25 Ultra 為什麼 因為它不能夠換電池 這是一個太致命的硬傷了 它只有650個毫安時的電量 然後它又不能夠換電池 你說我用200流民的躁度 我可以開4小時又40分鐘 可是你怎麼敢保證 你每次出門的時候 你的頭燈都是滿電的 你不能夠保證 第二個電池是會衰退的 你今天你不能夠換電池的一個頭燈的話 萬一它電池衰退 我們該怎麼辦 對不對 好 所以說這個在野外充滿風險的一個情境下面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各位 還是老老實實的 把這個比較重的雷的來神給帶出門吧 因為在野外的時候的話 你的安全就是你的生命 這是相當重要的 那650個毫安時的話 我有說 我都不好意思講 其實我說實在話 650毫安時的一個手電筒 跟這種東西有什麼差別 我不覺得差別很大 我甚至 我不同 以這個輸出的流民數的話 我的最大輸出 還可以到450 這一個 這個Romivon A8X 好的手電筒 在我的頻道也有開箱 它的躁度也可以 最大也可以到450流民 還比它高 對不對 然後它的 它的電池的話 是330毫安時 是比它低 比它少沒錯 不過它只是一個手電筒 所以說我有時候我在想說 我這樣子有兩個產品 如果說 好假設我的Nikro NU25我是要For EDC使用 我是要AV-Day Carry 因為它很輕 可是它有個問題 我如果AV-Day Carry 它不是更輕更小嗎 所以說它的一個定位 就相當的奇怪 好 那我比較大一點點的時候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拿去燈30用 又不行 因為它電量又不夠 而且它不能夠換電池 換電池 各位在外面爬山 千萬要用能夠換電池的頭燈 為什麼 它可以瞬間滿血 你們在野外的時候 是不可以 萬一在夜間移動的時候 是不可以讓頭燈 然後一時半刻沒有電的 這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它所有的功能 全部都沒有 所以說你到最後的話 你以這兩個的一個售價 定價來講 它6600塊 它是1350 你說哪個比較值得 其實我說實在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說是要爬山使用的話 我還是建議各位 忍痛把這個6600塊的頭燈給買了吧 好 千萬不要用這個東西去替代這個東西 因為這兩個的定位 還有它的性能的差距 尤其是電量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真的是相差的太遠了 好 非常的不建議 然後再加上 其實Nikro NU25 它的定價1350的話 事實上它折扣相當多 我們原則上應該是在900塊就可以買的到 但是雷德萊神IH11R的話 它幾乎不打折 你只能夠說我們在一些 什麼淘寶啦 或者是說我們是在購物節 雙11拿到一些折價券 做一點折扣而已 除此之外的話 它幾乎沒折扣 所以說它的售價確實是相當的高 對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以上的話就是我對於這兩個 這個產品的比較 以及使用場合的建議 那我們整個回到了Nikro NU25的話 我建議它是用在什麼樣的情況 就如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Urban 我們在都會區旅行的時候 尤其是國外旅行的時候 你帶著它做應急 但是如果說 假設我要我做Everyday Carry的話 我會用它 但是它是一個在國外旅行的時候 的一個應急的一個產品 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在都會旅行的時候 我不是在登山 我不用長時間使用的時候 我可以用它 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說每天 就是想要帶著出門 上班 或者是說 我們就是做一些日常的活動 想要做一點那個EDC 做 以備不時之需的話 還是以這個Rovibon的小手電筒 是比較合適的 是這樣子 所以說它的使用的場合的話 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以上的話 就是我今天的 這個Nikro NU25 Ultra的開箱 好 那再跟大家 summarize 一下今天的重點 它這一代Ultralight的特色 就是將它的頭帶 變成了這種彈力繩 我們就不用再圖寶改裝 那它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Type-C的上電線 然後一個 這個說明書 那以上的話就是今天 Nikro NU25 Ultra Light的開箱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我們下次見